中国国版图的北方有一个少数民族 即属于中国最大的自治区之一的内蒙古 都知道内蒙古是草原辽阔的地方 但是你知道内蒙古名字的由来吗 其实蒙古地区原本是有着幅原辽阔的疆域的 只是在汉朝统治时期最先接触到的就是内蒙古地区 历史上将最先归顺于汉朝的地区统一称为内扎萨克蒙古 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蒙古地区 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 外扎萨克蒙古也出现了 不过主要由于历史上两个人的原因 导致外蒙古地区最终独立成了一个国家 这两人可以说是蒙古国的开国元勋了 他们是谁呢 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 苏赫巴托尔的幼年生活颇有些颠沛流离 但是既有着相当好的学习能力 年幼之时便因为随父亲在与俄国人接触的时候学习了俄语 长大后又加入了蒙古的军队 因其良好的作战能力身居要职 乔巴山的境况比苏赫还要糟糕 从小就因家庭贫困而被家人送到了寺庙里面 希望其能潜心学习佛法 来过上安稳的生活 但是乔巴山不是个安于现状的人 他在寺庙感到厌烦之后便私自逃了出去 当时的清朝统治已经出现了巨大危机 对中国这块肥肉虎视眈眈的俄国便派遣游说的说客 来教唆蒙古和清朝切断联系 以达到控制蒙古的目的 而两者之间的媒介就是苏和乔 不巧的是苏和巴托尔在掌权不到三年的时间内 就因为卷入了红鹅和白鹅的斗争死去了 随后乔巴山变成了一把手 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将外蒙古独立成了一个国家 而彼时的清朝早已无力来管理外蒙古的事物 尽管官方发出了文书对外蒙古的独立表示不承认 但是还是鞭长莫及 就这样外蒙古去掉了一个外子 成了现在的蒙古 而现在的蒙古的清俄却也没有演变为投靠俄国 因为乔巴山的坚持蒙古最终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 中国是因为当权政府无力挽留 而在列强侵略下间接失去了这块土地 蒙古国如今的处境也十分尴尬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了解更多历史信息 请关注二江说历史 留下你的评论吧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